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语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我们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医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截至10月2日18时26分 经全力搜救 被买车辆和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 经医务人员现场确认 6名失联人员均无生命体征 不幸身亡 目前 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早前报道 突发事故 一对父子或遇难 据金牛国头消息 9月26日 金州路综合体建设工程 顺利封顶 该项目位于金牛区金泉街道 互助西片区 金州路与金尊三街交叉口东北侧 使金州路TOD板块核心区 总建筑面积1.8万平米 为新建一处综合体建筑 其中地上6层 建筑面积约1.38万平米 地下一层 建筑面积约0.42万平米 下一步 国头建设公司将稳步推进 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施工 将金州路综合体打造为服务片区居民 呈现片区地标的高品质项目 推动金州路及周边片区 向现代化未来品质社区不断跃升 这个国庆假期 日照已经火到Next Level 央视接连5天多次报道日照 日照旅游以实力成功火出圈 日照又又又上央视了 央视报道 日照 实力上网宝藏城市 今天 央视再次报道日照 4分57秒 今天 央视报道日照 10月5日 央视新闻30分右翼 踏浪溪水赶海时被打造特色滨海游 为主题再次报道日照 国庆假期 日照的海边热闹非凡 市民游客在橘子海边欣赏日出 当第一缕阳光月出海面 一幅蓄日如红的美景 栩栩展现在人们眼前 面朝大海 倾听海浪轻盈 穿梭林间 感受自然的生机与和谐 假日时光 在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奔赴一场海林交融之旅 海风轻浮 带着几分凉爽和闲尸 在太公岛牡丽公园 赶海的人们 或提着小筒 或拿着小铲 沿着沙滩 礁石凤仔细搜寻 体验着 与大字人亲密接触的乐趣 在福来山景区 沿着蜿蜒山路攀爬 赏古叉 看千年银杏 与这山中尽享国庆的惬意时光 这个假期 日照各个景点持续热闹非凡 连日来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分着它来 为这座城市带来了 繁华热闹的氛围 看了这么多的地方 你有没有心动呢 秋风和煦 阳光明媚 快抓住假期的北吧 来一趟日照吧 老山头乡党委政府 领持对辖区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高度负责的态度 在十一国庆假期来临之前 由乡主要领导带队 深入辖区内企业 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工作 旨在未节日期间的 安全生产 住劳监视防线 检查组在企业负责人的陪同下 认真查看生产设备的运行状况 检查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同时询问日常维护保养情况 针对消防设施是否齐全 且正常使用 是否存在生产安全隐患等情况 开展全覆盖 挖网式体检 采取现场检查 论询交流相结合的方式 重点围绕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是否落实 隐患排查治理是否到位 消防设施配备是否完好有效 消防通道是否通畅 用电是否安全合规 应急演练是否开展 应急预案是否制定 员工培训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检查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现场要求立即着手整改 检查组还向企业强调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基石 必须时刻牢记于心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将责任明确到每一个岗位 每一位员工 要加强员工安全培训 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在遇到突发情况时 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 节假日期间确保值班人员 24小时坚守岗位 保持通讯畅通 及时处理各类突发情况 同时鼓励企业要持续开展 自查自究工作 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 做到防患于未然 民生扶植安全为本 此次老山头乡11节前 企业安全检查行动 体现了全乡对安全生产工作的 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为全乡人民度过一个平安 欢乐的国庆佳节提供了有力保障 下一步 老山头乡将继续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 对辖区内安全生产工作的薄弱环节 和突出问题常抓不懈 夯实安全生产根基 为居民创造更加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日常生活中 那些应控你我的文明小细节 9月节 露气寒冷 江宁节也 今天8日30分 迎来寒露节气 进入寒露 冷空气的入侵频率和强度都会加大 注意天衣保暖 当下 秋老虎正来势汹汹 想要秋天补上火 这份森林防火小贴士请收好 森林火在突发性强 破坏性大 处置救助较为困难 危害极大 天干物造草木干 防火要当先 进入林区 必须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 森林防火时不准要牢记 火苗再小 也会酿成大祸 森林防火 人人有责 视频制作 周静 边沈 刘福庆 监沈 王晴 10月1日 大庆市交口公交 发布最新常用运营时间表 没想好假日放松的方式 不妨抽空带着宝贝 一起到浦东这片欢乐园 去尽情撒欢吧 2024年9月28日星期六 梅里斯达沃尔族区 俄尔门沁村 摄影 多永俊 Zell N 封路公告 因计划对大兆路同兴加油站 至同原路路口段 进行道路施工 为保障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现计划对此路段 进行封闭管理 过往车辆进行绕行 谢谢配合 封闭时间 2024年10月6日 至2024年10月8日 因施工给您出行 带来不便 尽情谅解 大庆市大同区交通运输局 2024年10月3日 摄影 流量 保清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近于期通告 为保护和恢复保清县 渔业资源 维系水生生物多样性 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根据有关规定 依据黑龙江省总体要求 2024年10月20日24时 2. 林蛙 全县境内野生林蛙种群的 进补时间为全年 林蛙人工增值群体捕捉 实行专项特许捕捞管理 进补时间为2024年6月15日 零时至2024年8月1日 24时 2. 禁渔 补要求 以在禁渔期内 禁止除娱乐性垂吊之外 所有作业方式 严厉打击艺人多感 艺杆多勾等 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性垂吊作业行为 2. 禁渔期渔船 渔具要全部撤出作业场所摊地 渔船实行集中管理 专人看管 不能集中管理的 要实行船机分离 船上岸 网路库等有效措施 实现渔船源头管控 3. 禁渔 补期 因教学 科研 增值放流等特殊需要 从事捕捞作业的 以及在增养值水体 开展捕捞活动的 需经省级渔业渔政主管部门 批准后开展 5. 对于违反 禁渔补期规定的行为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等相关规定 依法进行查处 涉嫌犯罪的 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 行事责任 3. 举报电话 04695166315 保清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9月25日 10月2日 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纪录片 《中国是现代化之路》 第五集绿水青山 节目中 介绍了古浪县依托三北工程 通过接续奋斗 实现了八部沙 从出门八部救世沙 到打赢沙漠殲灭战的生动实践 目前 古浪县域内239万亩沙化土地 已得到初步治理 该纪录片在第一集中 报道了古浪县 富民新村改革发展成效 这次又在第五集中 报道了古浪县 防沙制沙工作成效 10月3日 台湾屏东东港安台医院 发生火灾 造成9人罹难 多人受伤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表示 我们对发生这样的事故 感到痛心 对不幸遇难的台湾同胞 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人员 表达诚挚背本 要考证的小伙伴 看过来 10月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考试 时间表来了 挖家玉西七彩云微信号 X2JX 视频制作 李新尊 钟神 何志刚 玉西市容媒体中心版权所有 欢迎读者分享或转发朋友圈 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 电话 08772036755 邮箱 XXTAT163 Home 你发现了吗 为订阅号设置星标 可以置顶该公众号 方便第一时间收到推送的消息 快动动你的手指 给挖家玉西七彩云加个星标吧 这样就不会和小编走散了 今年95岁高龄的老党员黄翠英 是党光辉历程的见证者 社会发展的亲历者 参与者 为开封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高建军和他促膝交谈 向其表示感谢 质疑敬意 指出每一名老党员 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是党执政新国的重要资源 关心好 照顾好老党员是责任和义务 希望黄翠英在保重身体的同时 继续支持基层工作 慰问中 高建军强调 各级党组织要带着责任 带着情怀 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 做到思想上关心 生活上关照 精神上关怀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诠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以老党员为榜样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奋力辅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开封劝力篇章